拍这个视频主要就是想让担心我的人不要担心 对关心我的人表示感谢 然后还有一些幸灾乐呵的一些造谣的也表示感谢 因为不但没有影响到我 同时也证明你在关注我 也确实能够取得一个宣传的作用 我相信做自媒体还有主播时间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为了素材还有持续性迷茫或者给自己带来压力 有些时候我一直也是一样的 就是想要突破自己 但是一直做不到 所以说这也会给我带来迷茫和压力 然而我又没有任何解压的方法 我觉得最解压的方式就是独处 就是消失式的独处 所有人都联系不上这样的 我相信看我时间久的人会关注到这一点 因为我这三年来好多好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解压 所以说在这里要给大家说声抱歉 没有医疑去回大家 也没有告诉大家 然后今天是我的生日 一直在想我需要什么送自己一个什么 然后想了半天没有任何感觉自己特别需要的 然后再往上奢侈了一把 买了一个五百来块钱的 猫山王榴莲 我们边吃边聊 边吃边聊 嗯 好香 我吃榴莲是跟着我姐开始吃的 吃的也不多 然后之前一直吃的都是那个 叫什么榴莲 反正最便宜的那一种 刚刚刚在网上一查才知道 还有这么好的留言 平常让我买我肯定舍不得生日 给自己套劳一下自己 510多 给你们看一下 很多很香 接着聊 我先尝一口 为什么这个这么贵啊 它确实 榴莲味特别重 特别软 特别香 然后接着说啊 也算是给大家出来澄清一下啊 为什么我会这样 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 感觉到迷茫 还有压力了嘛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享受享受 解解压 对吧 嗯 其实从头说起啊 最开始我是 嗯 没有想这么多 其实就想 休息几天 嗯 然后就回来正常的做了 然后到了七八天的时候 我发现网上有很多人在拍视频啊 在传 我当时很好奇就是 大家会怎么样去说 然后我就刻意的 后来就是有点刻意啊 不回 当然我也看的很少了 后来 就看一看大家会怎么样去说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嗯 后来发现有特别多人 也非常在意这个事情 也在说这个事情 嗯 说实在的啊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心里还是蛮开心的啊 因为被人关心嘛 被人在乎嘛 我相信谁都会开心的啊 但是在这里要再次的给 关心我的人说声对不起啊 因为没有及时出来 给大家说清楚啊 是什么情况 其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嘛 就是网上的那些谣言 都是谣言而已啊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 消失式的独处方式 解压 觉得特别享受啊 嗯 其他就没啥了吧 嗯 就是给大家说一声 接下来呢 嗯 再给自己几天时间吧 因为 我觉得人一辈子 可以由自己支配的 完完全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 特别少啊 我想争取多一点啊 等我想好了 心里舒畅一点了 还是 会回归正常的 肯定的 这是我的工作 我要靠挣钱嘛 对吧 嗯 所以说大家 哎 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啊 大家不要学习我啊 就是 虽然说我这种 虚度光阴啊 这种 消失啊 其实我也是有时间的 对吧 嗯 最多就是一个月 一般都是这样的 半个月 一个月 一个星期 然后 调整好自己以后 重新开始啊 不是说有多消极 这是一种 我自己 比较适合我的方式啊 好吧 去拍到这里吧 我就开吃榴莲了啊 拜拜 拜拜 嗯 我们下期再见